林美妮的總統 打算春最后的三十天 來看這個日本台辦辦事處的 正處長所掂行 他是去讓楊輝儒所持的萬軍來逼世 韓國儒是拜託到全台灣的人民 作為把楊輝儒吹出來 韓國儒說 楊輝儒應該勇敢站出來 來做誤點證人 韓國儒也請副總統 要問到良心 來說出 他到底知道萬軍這件事嗎 副總統選擇也在公佈節目 批評副總統做很多壞事 副總統才去到途中參加後晚會 歡迎回來考生韓國儒 說他是最愛一名的市長 是不是也要忘了心裡 來到主委等後晚會現場 就親自回到自己的主長 副總統表示感謝 我真的非常感謝智慧他的參與 能夠讓你們整個承造的系統 做得更完整 現場這次的大法動算 可以做勝算的起勢 但對手韓國儒 將對方的困難 要創作夢想說 到底是不是知道 韓國儒的副總統選擇也痛 就連平倫有誰主辦 哪裏的雙方都在對抢 副總統也反駁 只要特定媒體的主辦 他們對特定的媒體是特別的敏感 我看這一次的操作的手法 跟過去也沒什麼兩樣 這樣做政治操作不好 選擇沒到一個月 選出連接的副總統 打火的好青春越來越激烈 在民調七少年生的前逢 我女兒打環境對手的攻擊